女孩向宇宙第一大国发起了诅咒 思想性格狭隘 体育全靠耍赖 祖宗到处乱败 天天都吃闲菜 随后便在守护国运的树上 上吊自杀 千年神木被女孩的怨念焚毁 伴随着诅咒飘向整个国家 女孩死后来到冥府 阎王说诅咒一旦触发 便无法修正 十万人因为服用过量的亚硝酸盐 患上癌症 阎王惩罚女孩下地狱 女孩十分不服 想起了自己的伤心往事 少女本名宇智波小梦 天生拥有显伦眼 可以进入别人的梦境 眼前的奶奶整日卧床不起 经过梦聊 小梦很快便找到了原因 家中爷爷墓地选址不佳 因此常常跑到奶奶的梦里发脾气 只要将墓地迁移到向娘之处 老人的义症即可痊愈 某天王后娘娘清零神术 三口九败 王子恶极缠身 昏睡三年未曾苏醒 宫女告知娘娘 山下的村里有个情女子 能入梦解忧 也许能唤醒王子 就这样 小梦被传唤进宫 原来王族为了稳固江山 杀了太多无辜之人 他们阴魂不散 一直缠着王子 小梦聆听了每个亡魂的怨念 经过无数个日日夜夜 王子的脸色终于好转 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为了表示感谢 王族对小梦进行了丰厚的奖赏 可小梦并不开心 因为她已经爱上了王子 苏醒的王子也和之前判若了人 整日傻笑 王后不知道王子陷入了爱情 还以为她烧坏了CPU 赶忙派遣宫女 再次将小梦刑入宫中 宫女来到小梦的家门口 听到了许多闲言碎语 村民们由于嫉妒小梦的赏赐 说小梦勾引王子 还想做王后 听闻此事 宫女立刻折返回宫 小梦的母亲拥有遇见未来的本领 她赶忙收拾行李 让女儿到乡下躲躲 小梦连夜逃走 却发现自己的家中 烂起了大火 她一路狂奔 此时的母亲早已被杀 小梦伤心欲绝 来到守护国运的神术之下 推倒公国 将恨意全部化为诅咒 随后扯上三尺白铃 自挂东南枝 瞬间女孩发散掉落 大地无声开裂 神木被怨念焚毁 化成营火 飘响凡间 阎王天霸心生怜悯 让小梦重返人间 利用写冷眼 进入十万人的梦境 消除凡人的遗憾 转眼五百年过去了 小梦长成了大人模样 成为了游走于人间的梦神 她已经完成了 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KPI 再有十个名额便可解脱 为了防止小梦偷懒 阎王派遣阴间使者 马应龙作为监督 男人合伙开了一家他排档 这天 男人正在超市里 试吃五花肉 只见他舔着大脸 让服务员多烤点 随后还嫌店员动作太慢 一把抢过夹子 一边烤 一边往嘴里炫 已然把试吃当成了自助 眼看男人越吃越猛 店员终于爆发了 男人耍流氓 一把让店员狠狠推倒 此时 一个中年大婶看不过 冲上前去 恶住男人的喉咙 将他圆圆甩飞 大婶走后 男人继续胡闹 还叫来了超市经理 经理让女孩下跪认错 一旁的男孩赶忙劝阻 经理却让他跟着一起跪 女孩心里委屈 红着眼眶 转身离开 一晚 伤心的女孩看到汽车驶来 竟走向马路 想一了百了 男孩看到 赶忙冲上前去 倒在了汽车前面 老司机一个急杀 随后破口大骂 想死的话 可以涂合上调喝毒药 没必要非得连累我 男孩名叫钢泰 是个精神小伙 他邀请女孩去吃大排档 而这家店的老板娘 正是白天 见义勇为的小梦 小梦胡了五百多年 一眼便看出女孩心事重重 他希望女孩吐露心声 说女孩嘴很严 面对委屈 知色不提 直到钢泰出现 他只是碰了碰对方的手 神奇的一幕便发生了 女孩瞬间敞开心扉 大度苦水 他是超市的实习生 本想靠着卖力工作 顺利转正 却遭受了经理的百般刁难 经理是个衣冠禽兽 经常对着女孩闲猪手 为了转正 他只能选择默默承受 每天晚上哭得撕心裂肺 白天却还要对着顾客 笑脸笑盈 小梦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他到了微如梦先酒 女孩一领而尽 随后便头晕目眩 瞬间进入了梦想 梦里 邪恶的经理再次伸出了闲猪手 不想这次穿着制服的竟然是小梦 小梦抓住男人的手 直接来了个铁板烧 经理疼得吱哇乱叫 胆忙祸化而逃 可与直播小梦好像会多重影尊身 无论跑到哪里都摆脱不掉 梦境之外 钢太发现 大排档只剩下了残饮 行人竟能随意穿过 他以为自己家酒喝多了 揉了揉眼睛 便走进去 他刚要唤醒女孩 一股强大的力量 瞬间将她吸入了梦里 男孩协助小梦将经理打晕 此时小梦才反应过来 钢太一见烦人 怎么也能进入梦境 这不可能 完全不可能 此时一见识者 马应龙突然出现 他伸手一挥 发现钢太 钢门闭合不严 所以开了天眼 是个百年不遇的通灵体质 正当几人聊天的时候 经理趁机逃跑 小梦追出失败 抽出发簪 一击命中 最后一个飞踢 踹碎了对方的尾巴根 经理不断求饶 马应龙伸出大手 直接将经理扔出了千里之外 经过三人的一番折腾 女孩总算重拾信心 他将经理 正式立案 女孩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 内心倍感轻松 第二天 钢太从家中醒来 本以为昨晚只是一场梦 可回到超市的时候 他竟捡到了小梦 掉落的发簪 此时 小梦还在庆祝 自己又完成了一单 不想地府 却传来了坏消息 阎王奶奶向小梦 下达了死命令 如果一个月内 完不成十万绩效 便要收回她的梦神权限 直接打入地狱 小梦慌了 对着鬼差大发脾气 此刻她突然想到了 自己的贵人 如果能得到钢太的帮助 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 钢太拥有百年不遇的 聪明体制 开了天眼 只要别人和她接触 便会把心底秘密 途漏出来 这项没啥用的超能力 给她带来了许多困扰 每天听着各种气闻密室 让她不厌其烦 小梦自称拥有 关闭天眼的办法 她拿出一张合约 只要钢太利用天眼 帮自己服务九名客户 她便可以动用法力 把眼给堵上 钢太心动了 可看着合约上的一排小子 钢太又退缩了 上面分明写着 随着工作量的增加 眼会越来越大 第二天 梦神走进超市的员工食堂 点名让钢太晚上 去自己那儿做兼职 同事们很羡慕 纷纷询问为啥就选她 美女老板坦言 钢太身材好 体力旺 长得帅 火力旺 关键眼还很大 一旁的员工全都听懵了 钢太赶忙将小梦拉走 并坦言 自己绝不取服 为了达成目的 小梦可谓煞费苦心 她将钢太推进了人权中央 一时间 无数个大妈 接触到了这个吐槽之神 钢太瞬间 小刀拉屁股 开大眼了 大妈对着她 开启了疯狂吐槽 钢太赶紧开溜 大妈跟在后面 穷追不舍 她很是无奈 只能答应了小梦的请求 先去实习一天 一晚 一对母女来到了大排档 女儿即将出下 而做母亲的 却一脸忧伤 原来她得了癌症 活不了太久 可女儿却浑然不觉 将母亲一个人 留在路边摊 自己却和哪友吃大餐 小梦看见了老人的 心中遗憾 便想进入梦境 帮助她完整心愿 关键时刻 钢太使出绝招 直接开眼 老太太坐了下来 想起伤心往事 三十年前 自己和打工妹 开了家小吃店 两人同甘共苦 逐渐成了 无话不谈的好闺蜜 某天 店里来了一名帅哥 瞬间将女人 迷得神魂电脑 自那以后 她经常想尽一切办法 喜欢的是闺蜜 两人还有了爱的结晶 十二个月后 闺蜜带下一枚女婴 日子顺风顺水 可自己却只能喝闷酒 排遣内心的寂寞 那晚 女人再次遇到了男神 出于嫉妒的心理 她编造了闺蜜的谣言 说闺蜜还跟了别的男人 就连孩子也是那个男人的 听闻此事 丈夫怒火中烧 回到家中 便和妻子大吵了起来 此时女人才知道 自己犯了怎样的故事 她走在街上 刚要去解释清楚 却发现男人开着车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小镇 还在坐月子的闺蜜 赶忙追了出来 不想被汽车撞飞 当场身亡 她没想到 自己的嫉妒 竟然害得闺蜜 家破人亡 女人懊悔不已 她决定用自己的一生来赎罪 将闺蜜的女儿抚养成人 三十年过去了 女儿马上就要成为别人的新娘 自己却患上了癌症 面不久矣 她知道这是上天的惩罚 但心中仍有件心愿未了 就是希望孩子的父亲 能得知真相 看到女儿披上婚纱 面对老人的请求 莫神断然拒绝 五百年前 自己和母亲 相继死于长蛇腹的脚蛇根 老太太的处境 都是她咎由自取 钢太很想帮助老人 趁着小梦离开的功夫 她溜进大排档 将整瓶入梦鲜酒 装进了矿泉水瓶 可此时 老人已经病入膏肓 住进了医院 女儿整夜陪在母亲身边 突然觉得口渴难耐 便打开了水瓶 喝了几口 钢太回来的时候 女人已经陷入婚离 强大的酒劲 将钢太也吸了进去 女儿的梦里一片黑暗 钢太被死死困住 完全无法脱身 关键时刻 小梦点亮了梦境 此时两人才发现 自己正处在一所电影院 电影缓缓开场 屏幕里播放着女儿的记忆 虽然老人不是女孩的亲生母亲 但却为孩子的成长 操碎了心 老人终身未嫁 将自己的养老钱 给女儿做嫁妆 正当两人深陷感动的时候 影院的警报突然响起 原来是老人的生命 已经走到尽头 钢太恳求小梦 能帮助老人完成离院 作为交换 自己愿意签下契约 成为小梦的员工 此时 老人已经被医生宣告死亡 因见使者也匆匆赶来 收取老人的灵魂 小梦一阵软磨硬泡 使者很无奈 决定延期三天 再来收获 回到大牌档 把硬龙给老人倒了杯烧酒 可钢太却看不到亡魂的存在 老人说 女儿的生父名叫金科拉 身高两米八 长得有点帅 喜欢吃麻花 随后他掏出了一张 三十年前的照片 马英龙拿出手机 按下快门 照片立马显现了出来 他给地府派出所 打去电话 因见找旧普迪的5G 送人只是分分钟的事情 几人根据信息 找到了女孩的生父 可老头已经失去了 原来的记忆 一问三不知 张吼就是吃 吼在刚才的背包里 装了些入梦鲜酒 三人很快便潜入了 金科拉的梦境 三十年前 金科拉来到陌生的城市 新婚姻冷的他准备结束生命 他最早的记忆 便停留在了这个地方 为了找回丢失的记忆 三人冒险 进入了虚空之境 幽暗的楼梯 深不见底 一旦坠入便会陷入黑暗 梦神历经艰难 总算来到了一处石桥 远处的门后 便是老人丢失的记忆 三人走进到门 没想到门上就有一把密码锁 小梦随手按了四个一 身后的石桥突然开始坍塌 原来他们只有三次机会 一旦出错 并会坠入虚空 一个老头应该不会设太难的密码 小梦再次尝试了四个零 结果石桥继续坍塌 只剩下了八张大的地方 三人吓得爆成一盘 马英龙想起 如果是四位密码 那很有可能是老人的生日 他的手机里刚好存有地府发来的资料 刚才赶忙去挡手机 可由于手罚 手机直接坠入了万丈深渊 完了 这一下发BQ了 再有一次 三人便会葬送在虚空之中 此时刚才突然想起 老人的女儿生于5月9日 那么0509很有可能就是最终密码 刚才缓缓按下 门锁应声而开 刚门的后面是一片光明 妻子坐着家务 丈夫抱着女儿 小梦悄悄失法 黑白的画面瞬间变得鲜活 失去的记忆 全都回到了老人的脑海 就这样 老人带着陈丁丁的回忆 来到了首尔 参加了女儿养母的葬礼 尽管女孩从未见过父亲 但她还是原谅了对方的不辞而别 女儿很懊悔 没能善待母亲 此时 养母的亡魂就在女儿身后 默默注视着眼前的一切 心愿已了她 跟随阴间使者走向天堂 两人穿过一片田野 远处 自己三十年前的闺蜜 正在等她 两人抱在一起 任凭泪水 肆意蔓延 经过此事 刚才正式加入双甲路边摊 两大药神将在梦神的指引下 完成对人类遗憾的救赎 三人首次大开心扉 小梦的入梦仙酒 取自阴间九泉 活人喝下 灵魂便会停留在阴阳之间 她拥有入梦解忧的能力 完成十万kpi 便是她的宿命 而刚才最大的心愿 便是挤地铁 由于自己的天眼体质 根本无法和任何人发生触碰 马英龙说道 那你这辈子一定没搓过澡吧 搓澡很爽 男的搓两面 女的搓四面 搓澡男的十八 女的二十 刚才心想 自己不差那两块钱 以后高低找个女的搓 为了尽快完成搓澡梦想 刚才上班的时候 微搭排档拉生意 晚上果然有顾客陆续光临 可小梦发现 人类的心中 大多是懒惰贪婪 胖妹好吃懒做 却遗憾自己没受过 女人备受宠溺 却遗憾丈夫还不够爱她 小梦很生气 将他们都捏了出去 直到这一天 一个少年走进餐厅 他缓缓拿起筷子 只吃了一口辣炒章鱼 点泪便瞬间掉了下来 小梦明白 自己的客户终于来了 男孩是个90后 年纪30 口袋里却零100块钱都没有 面对旅店老板递来的优惠券 男孩只能拒绝 一旁的女友说自己累了 想上去休息五分钟 可男友却说 累的话 我就送点回家 女友生日 男人约好去吃麻辣烫 望着海报上的菜品价格 男友突然说 今天自己来事了 不能吃了 还是回家吃点咸菜吧 说他不爱女友 那都是假的 在那人到中年 都里没钱 为了考个正式工作 他在出租房苦读三年 虽然比试成绩满分 但最终还是落榜 未来的丈母娘找到他 说男孩在耽误女儿的青春 他跑到应聘单位 问明明满分 为什么没被录取 正式工的合格标准 到底是什么 领导一个眼神 旁边的保镖 吸领神会 一套连招 差点让男孩当场去世 最终他拿出全部积蓄 请女友吃了顿 辣白菜炒肉 女友超开心 他没有想到 男友就是来跟他分手的 夜晚他来到双甲路边摊 点了份免费的辣炒章鱼 当食物进入嘴里的那一秒 男孩再也抑制不住 伤心的泪水 小梦为男孩倒了杯 珠梦先走 男孩搬起酒杯 一里而尽 他想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名落孙山 这是韩国的国企考试 刚才跟随男孩 回到了面试现场 面对考官的刁难 男孩全部对答如流 无懈可击 而一旁的孙山 一个都不会 却成了考官嘴里的优秀人才 小梦三人一头雾水 摸鱼的老员工 终于到处实情 孙山是一员的儿子 其他入职的员工 也都有靠山 所以考试 只不过是做个样子 可怜那些陪考的傻子 每日寒窗苦毒 浪费青春 最后都成了牺牲品 望着会长的背影 小梦想起 500年前自己母亲被杀 小梦前去报官 换来的就是献业的嘲讽 死了一个女人 竟然就打扰我睡觉 说罢 那样侍卫将人扔了出去 500年了 变得是科技发展 不变得是孤化阶级 小梦内心暗暗发誓 绝不放过这些 欺压弱小的恶人 第二天 他身着旗袍 羊柳细腰 款款欲布 身姿曼鸟 大门敞开 只见美人爷如玉 新装本清城 看得会长是如痴如醉 都说练酒花贪色 一见倾零心 这个场面 化作是谁也把持不住 会长放下酒杯 保镖突然来报 竟有几名歹徒 闯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当会长推门而入的时候 室内已是一片狼藉 好在书架里暗藏了U盘 并未丢失 小梦刚要引导男人 解开U盘内容 可此时 梦境突然开始坍塌 原来现实中 一名保镖正在摇晃 醉酒的护掌 两个女人言语不合 过了两招 梦深赶忙将U盘的信息传递出去 楼下另一位会长 步入大厅 穿过关卡 走进办公室 只见会长深吸一口气 随后就变成了 马应龙的模样 原来鬼班长马应龙 不但能消融止痛 还精通72遍 两人翻遍办公室 总算找到了U盘 关键时刻 大批保镖冲了进来 老马解开西装 寥寥数招 便解决了一群保镖 钢太本以为逃过一劫 开门的时候 才发现最狠的女保镖 一直在盯着自己 钢太活袖化晕还行 打架根本不是她的强项 为了自保 她使出了终极超能力 开眼 钢太的被动技能 只要碰到别人身体 即可触发 可这次 技能却失灵了 眼前的女孩 完全是魔法免疫的体质 眼看功亏一篑 钢太只能小之以理 动之以情 她好言相劝 让保镖不要注重为虐 会长寻思舞弊 滥用职权 应该受到惩罚 听到此处 女保镖的内心一颤 她将优盘交给了对方 还把自己的随行卡 争给钢太 很快会将已公谋私的事件 便被公之于众 此时 这条利益链上的四位政客 无比弹应 国会议员偷出手机 告诉检查组 这次的事件 就定性为故意抹黑吧 简单处理就好 解决完舆论危机 会长倍感轻松 他们不知道 几个人的丑陋行为 已被隐藏的摄像头 记录了下来 楼下 刚才按下回车 所有证据 全部上传网络 正在打开电视 才知道什么 他喵的叫惊喜 这下 BBQ了 出租屋内 男孩看着新闻 但却怎么都笑不出来 此时手机突然响起 郭考祖打了电话 首先对男孩 遭受的不公正待遇 表示道歉 同时鉴于男孩的 优异成绩 决定直接录用 听闻此言 男孩直接红了眼眶 此时他终于不再是个瘟荡废 而是能和爱人一起享受 他又努力换来的人生 望着有情人终成眷属 梦神三人倍感欣慰 晚上刚才来到双甲楼边摊 进入帐篷 一面竟别有洞天 原来 明杰正在举行地府运动会 比赛冠军可以拿到双色球中奖号码 托猛给子孙后代 经过重重挑战 最终一位名叫金大陀的男人 取得了冠军 金大陀的曾孙 名叫金中赵 一直和奶奶相依为命 他存了三年工资 不畏娶妻 只为给奶奶治病 是个十足的大孝子 如今他的好运终于来了 夜晚 祖先坐着飞机 来到孙子工作的地方 随手掏出一堆号码 并给出了充分提示 搏一搏拼一拼 买个彩票拿养金 小金吸领神会 第二天一早 赶忙记下了末中的号码 本以为金中赵就要逆天改命 没想到他却上了地府的死亡名单 第二天中午 使者便会收走他的灵魂 听闻此事 金大佗简直不敢相信 他苍蝇搓手 哭哭哀求朴部长能放孙子一马 老朴很是为难 生死由命 富贵再跌 这是人世间的自然规律 可于心不忍的他 还是投入了一个命令 只要能从德国望中的亡魂手中 获取他们的功德 便可以抵消所命 但必须用贵住的东西置换才可以 刚才想到 老金刚刚赢得比赛 那组中奖号码 正好可以抵消孙子的死亡 金来到地府办事处 如今的生死簿都形成了电子资料 大大提升了办事效率 办事员敲击电脑 大数据瞬间启动 很快便查到了一位名叫崔奶奶的大善人 由于奶奶生前资助了108个孩子 期累了无限功德 所以目前在地府幼儿园担任园长工作 说吧 孟沈三人来到了地府幼儿园 这里收留的都是早逝的亡魂 因为终有一日 他们的父母会来到这里 接走自己的孩子 孟沈为孩子们做了对阴间特色美食 很快园长便走了出来 崔奶奶年轻时曾蒙受金奶奶的恩惠 可如今金奶奶的孙子杨寿已到 得知自己都能帮忙 崔奶奶直接掏出了供德带 故意表示感谢 孟沈将双色球的重奖换马 交给了崔奶奶 三人步行到奈河桥 通往阴京的渡船 每隔两小时发射一辆 眼看孟沈即将离开 一个姓B的老灯打起了供德带的主意 趁着众人疏忽 老灯上去就是一号 随后拔腿就跑 众人慌了 马英龙赶忙追了上去 可孟沈却叫住了钢台 时间不够了 金钟罩即将被阴间使者带走 我们必须返回人间 阻止朴部长 钢台知道还有几分钟 自己的同事金钟罩就要死了 因此他什么都不让小金做 竭尽全力保护他的安全 可是点钟一到 阴间使者朴部长 还是拿着生死布前来锁命 眼看他催动神力 就要弄死金钟罩 钢台立马冲上前去 扑倒小金 为了争取时间 小孟和朴部长扭打在了一起 阴间的马英龙也抢回功德袋 准备返回人间 莫着码头的航班时刻表 马英龙慌了 为了挽救生命 拿马一个猛子就扎进了奈何 准备游回阳间 仓铺里 朴部长的脑瓜崩 已经完成蓄力 好在马英龙及时赶到 将香囊交给了朴部长 在功德的加持下 金钟罩的索命符被抵消 三人终于长出了一口气 另一面 小金的奶奶在沙发上睡了过去 梦中他遇到了年轻时的好友崔奶 两人相谈甚欢 崔奶奶用双色球换了一粒 九转大环丹 喂好闺蜜 治好了腰伤 到他醒来的时候发现 腰不疼了 心也不跳了 尤其广场舞来更有劲了 虽然小金没有中奖 但他的内心却无比开心 双甲路边摊终于又完成了一项任务 此时50公里外 一个男人回到家 却忘了门锁密码 正当他犯愁的时候 去世的妻子却突然打开房门 男人说自己老了 好多事情都不记得了 他不知道 就连妻子去世的事情 他也忘了 丈夫走进房间 身后的妻子 已经变成了一团鬼气 第二天男人去上班 这团鬼气便一直跟在男人身后 此时梦神恰巧路过 赶忙跟随鬼影 来到了楼梯间 他知道 王魂是因为心有遗憾 才一直跟着丈夫 他很希望自己能帮助鬼魂 就当王魂伸出手 想要与世界和解的时候 人类的出现 打扰了两人的交易 自从鬼魂出现后 男人的失忆症越来越重 甚至忘了和客户签约 老板将他叫到办公室 与众心长地劝他退休 并告诉他 人死不能复生 还请他节哀顺便 听闻此言 男人彻底懵了 我的妻子活得好好的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下班的时候 男人开始精神恍惚 他隐约记起 自己参加了葬礼 记起自己的妻子 死于一场车祸 夜晚男人回到家 望着对面空荡荡的椅子 他知道 妻子走了 真的走了 这么久以来 他一直无法面对现实 一切都是自己的幻想 此时女人的王魂就在家中 看着丈夫默默流泪 她多想为丈夫包一顿饺子 可转眼便是阴阳两隔 女人来到双甲路边摊 她只有一个心愿 就是让丈夫再吃一顿 自己做的饭 三人来到丈夫的梦境里 由于得了阿茨海默症 男人的记忆已经开始凌乱 可她和妻子一路走来的画面 却无比清晰 世界上有一种爱情 小白头到牢 也有一种悲痛 较阴阳相隔 悲伤的丈夫 就这样抱着妻子的照片 留下思念的泪水 第二天 男人带着王妻的照片 开始了新的旅程 他准备去走两人走过的路 去看两人看过的风景 临行前 男人来到双甲路边摊 今天的主食是蒸饺 男人吃着饺子 瞬间感受到了一股 亲切又熟悉的味道 那是思念的味道 男人走后 妻子的王魂从角落里走了出来 他拉着梦神的手 道出了爱的真谛 雨衣连里已经不换 世欲百合到天荒 愿有岁月可回首 千亿深情 梦白头 双甲路边摊 业绩再加一 预知后事如何 请看下集